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与美国大选有关的消息 前民主党众议员土耳西·加伯德 在密西根州参加国民警卫队协会活动时 正式宣布支援前总统唐纳德·川普 加伯德曾在2020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总统 但在2022年宣布离开民主党 加伯德的这一举动可能会 巩固川普在摇摆州的支持基础 下面请看加伯德与传统同台的中文配音视频 今天我很荣幸正式欢迎另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 一位服役17年的夏威夷国民警卫队老兵 四届民主党众议员 他非常非常受欢迎 他曾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并在2020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候选人 每次参选时 他表现得都很好 做得很出色 他决定离开 他无法忍受了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我原来不知道他是一名中校 这可不简单 中校不错 我不知道这一点 我刚刚才发现 我说 要把这个写下来 这是比我读到的其他一切都更重要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有着极强的常识 伟大的精神 他热爱我们的国家 也热爱在场的各位 土耳西 加伯德 土耳西 请上台 谢谢您 总统先生 大家好 我知道这里有来自夏威夷的朋友 这是我的荣幸 能和你们这些身穿军装的兄弟姐妹们 共度这一天 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今天上午 有幸和川普总统一起出席了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活动 他与两位金星家庭成员 和士兵胡佛军士 集聚军事的亲属 一起参加了活动 这两位军士是三年前 在喀布尔的修道院门袭击中牺牲的13人之一 我可以告诉你们 当我们在那里 他在无名战事墓前竞献花圈时 与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的亲属站在一起 我感受到了 他与他们一同分享的悲痛 我感受到了他对这些卫国捐躯的军人 及其至今仍在哀悼的亲属的真诚感激 这对我来说是个人的感受 我知道在场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 这不仅仅是言辞 2005年 我第一次以夏威夷国民警卫队成员的身份 随查理医疗队部署到伊拉克 那些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知道 那是战争的高峰期 不幸的是 我们损失惨重 每天 我们都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 以及离开时登上飞机的悲伤 因为我们把一些兄弟姐妹留在了战场 只能在回家后失去更多人 他们选择了自杀 因此 当我告诉你们 我知道川普总统理解一位总统和总司令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时 我是认真的 无论你是一名士兵 空军 海军陆战队员 水兵 还是海岸警卫队员 他在做出决定时 都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他不仅没有发动任何新的战争 还采取行动缓和并防止战争 他展现了我们期望的总司令的勇气 用尽一切外交手段 勇敢地与对手 独裁者 盟友和合作伙伴会面 以追求和平 将战争视为最后的手段 事实上 在我们朝着11月大选迈进 我们知道卡玛拉 哈里斯并不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恰恰相反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 拜登政府让我们在世界各地 面临多个战场和多个前线的战争 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接近核战争的边缘 这是我决心尽我所能 将川普总统送回白宫 再次担任我们总司令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确信 他的首要任务将是努力 让我们远离战争的边缘 我们无法在战争中实现繁荣 只要我们有一个报复政治对手 并削弱我们公民自由的政府 我们就无法真正自由 他们利用我们本应维护自由的机构 对付他们认为的威胁 过去三年半里 卡玛拉、哈里斯就这么做了 如果他当选总统 他会毫不犹豫继续这样做 川普总统一直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选民 甚至有机会投票给他 我是他们最近的目标之一 在揭露卡玛拉 哈里斯当选总统后 我们将面临的危险后 我被列入了一个秘密的 国内恐怖分子观察名单 我们作为美国人 必须团结起来 拒绝这种反自由的政治报复 和滥用权力的文化 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国家 被那些把个人权利置于美国人民 我们的自由和未来之上的政客摧毁 今天 我自豪地站在这里 无论你是民主党人 共和党人 还是独立人士 如果你像我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 如果你像我们一样 真是和平与自由 我邀请你加入我 尽我们所能 拯救我们的国家 选举川普总统 让他重返白宫 承担拯救国家 和服务人民的艰巨任务 非常感谢 谢谢您 总统先生 if you cherish peace and freedom as we do I invite you to join me in doing all that we can to save our country and elec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send him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to do the tough work of saving our country and serving the peopl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Mr. President 上周五宣布退选后 转而支持川普的 另一位前民主党人 小罗伯特·肯尼迪 在原名推特的X平台上解释了 他对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口号的理解 这个短语让一些自由派人士感到困扰 他们认为这是在呼唤回归到一个 没有民权、同性恋权利和妇女权利的美国 但我对此有一个更广泛的解读 也更符合我对如今的唐纳德·川普的认知 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人想起一个充满活力 充满干尽、充满希望 并对自身充满信心的国家 这个美国开始正视自己的黑暗面 能够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布公 但同时也能庆祝自己的成就 那是一个普遍繁荣的国家 拥有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 并且充满了理想主义 信奉自由、公正和民主 尽管这种信仰并非始终如一地得到践行 那是一个在创新、生产力和技术上引领世界的国家 也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健康的国家 我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交流过 也与他的核心团队成员 以及他本人谈过 他们想要恢复的正是这样的美国 《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 指出民主党正在发动一场对私人企业的战争 卡玛拉、哈里斯对企业家的欢乐战争 作者阿里西亚、芬利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上周观看卡玛拉、哈里斯加冕一世的美国人 听到了许多名人、工会领袖和政治家的发言 然而,在这个欢乐的庆典中 缺少了那些创造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企业家 这并不令人意外 在欢呼的人群中 民主党人轮流抨击寡头和企业垄断者 当哈里斯登台时 这些木偶人打得粉碎 这正是民主党计划在获胜后要做的事情 摧毁财富创造者 以便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分赃 企业贪婪是唯一的真正敌人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费恩宣称 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坚持认为 党派必须对抗大药企、大石油、大农业、大科技和所有其他企业垄断者 他们的贪婪正在剥夺工人阶级的进步 宾备法尼亚州参议员鲍勃 凯西则谴责了贪婪通胀 并指责企业敲诈家庭 奥巴马则抨击了川普和他的富裕捐助者 对他们来说 一个群体的收益必然是另一个群体的损失 奥巴马说道 对他们来说 自由意味着权力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无论是解雇试图组织工会的工人 还是在我们的河流中投赌 或者像其他人一样避免缴税 民主党人将财富视为一种零和游戏 因此 奥巴马的稻草人都是富人 他们通过让其他人变得更穷乃 让自己变得更富 而剥夺富人 是改善穷人和中产阶级生活的唯一途径 因此 左派计划提高对亿万富翁和企业的税收 以资助更多的福利 即使是已经支付了45.8% 联邦所得税的前1%的高收入者 这些税收资金 用于为底层一半人口 提供政府服务和福利 民主党人也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污染河流 也许奥巴马忘了 他自己的环境保护署 曾在2015年造成了金王矿灾难 将有毒废物泄露到 科罗拉多州的阿尼玛斯河中 这位前总统引用亚伯拉罕 林肯的话 提到了我们天性的美德天使 同时又呼吁了美国的黑暗天使 他的演讲 让我想起了我当地教区牧师 最近的一篇步道 关于阶级战争和极度的危险 极度是七宗罪之一 牧师解释说 成功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 当一个商人成功时 他创造了帮助穷人的工作机会 极度和打压成功者 只会让每个人变得更穷 与其掠夺富人 社会应该庆祝成功 并努力帮助每个人繁荣 民主党人嘲笑这种观点 称其为涓低经济学 他们谴责并贬低商业成功 声称富人从贪婪和政府支持中获利 谁能忘记奥巴马在2012年说过的那句话 如果你拥有一家企业 其实你并没有自己去建立它 民主党人并不试图通过降低税收 或放松监管来使企业更容易成功 他们想做的是相反的事情 他们呼吁公平竞争环境和扩大中产阶级 这些都是通过征税成功 来让政府发放资金的委婉说法 但政府并不创造财富 人民才是财富的创造者 虽然商业成功并不是零和游戏 但政府的增长可能是 其扩张使得企业难以繁荣 结果是减少了工作机会 降低了工资和税收收入 这些收入本来可以资助 如执法和对贫困者保障等必要的公共服务 川普在2016年的吸引力 部分来自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经济增长缓慢 共和党承诺通过解除政府对企业的束缚 让所有美国人变得更富裕 川普的放松监管和减税政策奏效了 在他执政的前三年 平均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奥巴马总统任内快了近70% 然而在拜登的领导下 大多数美国人变得更穷 因为政府支出助长了通货膨胀 侵蚀了工资增长 就业增长越来越集中在依赖政府支出的行业 当民主党人谈论提升中产阶级时 他们指的是政府雇员阶级 政府、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 占据了去年新增工作的60%以上 在民主党自豪拥有三合一控制 即同时控制州长和两个立法机构的17个州 这一比例为98% 而在共和党控制的23个州 这一比例为47% 同样 自疫情爆发以来 高水收州如伊利诺伊州 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平均工资增长 低于低水收州 如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和南达克他州 如果中产阶级美国人想变得更富有 他们应该搬到迈阿密 达拉斯或苏福尔斯 亨利·福特曾观察到 只要我们依赖立法来消除贫困或废除特权 我们将看到贫困蔓延和特权增长 这就是美国人在哈里斯总统任期内 可以期待的欢乐未来 下面是几篇有关外交事务的文章 外交事务杂志本期刊登长文 警告美国人由于教育和移民政策的失败 美国强大的基础正在崩溃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的摘要 这篇由艾米·泽加特撰写的文章 深入分析了美国全球力量的变化 特别是所谓的知识力量正在逐渐衰退的现象 首先 什么是知识力量 人们常常谈论的是军事力量 经济力量 但在现代社会中 知识和技术 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力量的核心要素 泽加特指出 过去的力量往往依赖于有形的资源 比如军队、自然资源和领土控制 然而 随着全球技术和知识的迅速发展 力量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今天的世界 知识力量包括两个关键要素 创新能力和预见能力 创新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生成和利用技术突破的能力 而预见能力则涉及情报收集和理解国内外技术发展 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泽加特认为 虽然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仍然有优势 但这些传统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相反 美国需要加强其知识力量 以在未来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然而 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的知识基础正在削弱 美国的K-12教育系统处于危机之中 学生在核心学科如数学和阅读中的成绩持续下降 而美国的大学 曾经是全球知识和创新的中心 现在也面临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基础研究投资的长期不足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许多顶尖人才从学术界流向私营部门 这虽然推动了短期的商业创新 但却对长期的基础研究造成损害 私营部门对短期创新的推动确实显著 但泽加特警告说 这种趋势正在削弱未来的创新基础 越来越多的顶尖学者被私营部门吸引 导致学术界的研究能力下降 这种现象不仅对未来的技术突破构成威胁 还可能影响下一代科学家的培养 面对这些挑战 泽加特提出了几项战略建议 首先 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力量基础 建立一套新策略 专注于增强知识力量 政府应当发展专门的情报能力 评估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与落后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其次 美国需要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 特别是在计算能力方面 正如过去政府 在洲际公路系统和战略石油储备方面的投资一样 如今美国需要一个国家战略计算储备 以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第三 泽加特呼吁进行移民改革 以留住更多国际顶尖人才 并解决国防预算中阻碍创新的体制问题 他还强调了增加联邦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政府大规模的投入 才能维持美国的竞争力 最后 泽加特指出 教育改革必须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他提到一些城市已经在实行创新的教师奖励机制 这些举措可能为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总的来说 泽加特的文章提醒我们 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 继续忽视知识力量的重要性 那么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不可避免地衰退 他批评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限制的策略 认为这无助于长期创新的推动 相反 美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在国内培养和加强知识力量 以确保其未来的安全与繁荣 美国两位外交政策的作者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理查丰丹 最近出版了他们的新书 失去的十年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力量的崛起 他们指出希拉里·克林顿座位国务卿时 宣布的重返亚洲战略已经失败 下面是有关内容的简介 2011年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 美国的地缘战略重心因转向亚洲 然而 十多年后的今天 这一战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两位作者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理查德 丰丹在他们的新书 失去的十年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力量的崛起中 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克林顿的重返亚洲战略初衷 是将美国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亚洲 以应对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 经济活力以及中国的崛起 然而 作者指出 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实施细节 导致了执行上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这一转向感到不安 担心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存在会减少 进而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在整个2010年代 中国成功地改变了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平衡 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的战略失误背景下发生的 布莱克威尔和丰丹指出 美国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和授予其最惠国待遇的决定 以及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的被动应对 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中国的国防开支大幅增加 而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存在却相对停滞 失去的十年 一书揭示了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 未能达成的巨大期望 作者分析了多个导致重返亚洲战略失败的原因 包括低估中国挑战 政策制定者内部意见不一 以及缺乏国内政治支持 尽管如此 布莱克威尔和丰丹认为 美国仍有机会在未来制定有效的印太战略 他们建议 新的重返亚洲战略应以清晰的愿景为指导 特别是在维护区域和全球秩序 遵守国际法方面 加强与亚洲伙伴和盟友的合作也是关键 此外 作者建议 美国降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风险 加强双边外交并与欧洲合作反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这些建议如果得到贯彻 将有助于美国在印太地区重新确立其影响力 总的来说 重返亚洲战略更多是一个口号 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实际行动 布莱克威尔和丰丹指出 新的重返亚洲战略需要明确的目标和坚决的执行 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印太地区竞争中取得成功 哈佛经济评论发表文章 谈中国经济成功的四大要素 文章中的说法在美国的商界相当有代表性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的四大关键优势 以及这些优势对跨国公司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1978年邓小平启动了这一政策 利用西方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来推动中国的发展 这一举措虽然政治风险巨大 但邓小平认识到 务实和谦逊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今天局势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经济模式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经济的四大关键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的创新模式结合了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 与企业家自下而上的推动力 那些与政府选定的未来增长行业一致的初创公司 通过优惠政策和科学研究的集中投资 往往能够蓬勃发展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对全球南方市场的投资 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强势地位正在重塑全球商业格局 与西方跨国公司专注于成熟市场不同 中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表现出色 提供了符合当地需求的创新解决方案 第三个优势是中国的极具竞争力的市场 在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的公司 往往能成为全球冠军 宁德时代 比亚迪和华为等公司在各自领域的成功 正是这种激烈竞争的结果 最后 第四个优势是中国的14亿消费者 尽管全球在讨论与中国脱钩的可能性 但中国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市场规模 和精明的消费者群体 这推动着企业不断改进和创新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认识到中国的这些关键优势 并调整战略至关重要 就像邓小平当年所做的那样 跨国公司今天需要采取务实和谦逊的态度 才能在中国市场中取得成功 如果不能抓住这些机会 企业可能会在全球市场上 失去竞争力 落后于中国的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